大家好我是千千 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北屯 前面的路口就是昌平商圈 然后往这边走下去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就是一点力黄昏市场 途中还会经过新安商圈 所以我们这边的生活 是非常的便利与繁荣 那在这边进去 有一间全新整理的三房电梯滑像 要带大家来看 那我们的这一条大路也都非常的宽阔 不是在小巷子里面 所以行走起来是很舒服的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一栋大楼 屋龄是32年 我们的大楼没有管理员 所以管理费只有806块 就是说基本的电梯的维持 所以倒垃圾跟收信件 全部都要自己来 我们也没有无障碍设施 要爬几层楼梯才能上来 总楼层七楼 我们在七楼一层三户 接着往这边走 我们的客厅大门是朝北 门框跟大门都是刷过新的油漆 我们的玄关处够大 除了可以摆放一般的鞋柜之外 也可以请人家做L型的收纳柜 增加收纳空间 那电箱的部分在这里 接着我们进来 这个大空间 我们的全状屏数有31屏 室内含阳台 全部的使用空间就有26屏 三房两厅两卫一阳台 室内都做天花板跟砍灯 那你可以从这个很明显的 交界痕迹这边就知道 这里是阳台 它把它外推出来 所有的窗户都换成新的气密窗 客厅开窗是朝南向 整个室内的地板都有重新贴皮 我们客厅加餐厅 这样的空间就有7.4平 非常的大 我们的餐桌是放在这个区域 接着我们来看第一间卧房 这间房间的大小比较适合 放单人床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是放我们的书桌跟衣柜 窗户看出来的话是晒衣阳台 接着我们来看 厨房的位部分 厨房的话它的动线都还蛮宽阔的 然后包含它的厨柜跟厨具 全部都是换上新的 抽油烟机是喜特利的 然后我们的瓦斯路是豪山牌 厨房到晒衣阳台是属于半开放式的空间 宽度蛮宽的就有1米2 深度4米3 窗户是全新的气密窗 看出去的视野也很广阔 接着来看公共卫浴 也都全新整理好了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间卧房 这个大小就大一些 原则上床头摆这里 可以放一张双人床 都是非常好摆放的 然后看出去就是我们的晒衣阳台 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卧房 在电视墙的后面 主卧房的空间大小就有3.8平 床楼柜的地方是在这边 看出去的视野动具很大很舒服 我们下面的花台也可以摆放一些盆栽 接着我们来看主卧房的卫浴 也都全新整理过了 接着来看顶楼上面的环境状况 顶楼种满了蛮多植物的 那我们是这一户 有很明显有防水有重新在做过 墙面也都有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墙面凹槽处都有做过防水 目前的售价是938万 买的是三房全新整理的电梯滑下 虽然我们是在七楼顶楼户 可是我们上面的防水层有重新做过了 这里的商圈非常的繁荣 有昌平商圈 新安商圈 一点力黄温市场 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四围国小捷运站 无论是我们的交通还是生活都非常的便利 赶快联络我 现在就来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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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